監督就是批評有議會大炮支撐的新議員莊之財他即將交棒 而讓他在議員期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的強力監督壞藍他的豬肉攤咬北拆 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壓力 而對於他的問政風格 民眾有欣賞的也有不欣賞的 不過對於大多數的後輩來說 都很敬佩他的強力監督 在議事殿堂 現議員所代表的是每一張選票 選民所寄託的民主政治 不只是要為選民喉舌 更是要監督地方政府每一筆預算 是否都花在刀口上 現議員的角色就顯得重要 我認為莊之財議員在議會 這樣做他的監督的力道 我覺得是盡他本身現議員的職責 那大家也知道他今年就要退休了 所以他在最後的時間 最後的定期會 可能還有接下來臨時會定期會 他不斷的還是持續堅持到底 那對不管是花蓮縣憲政 還是說市政 他都有他相當的力道 能夠為所有的花蓮鄉親好朋友 做最大的罰關 花蓮縣議會共有33席議員 每一位議員都有自己的質詢特色 縣議員莊之財每一次定期會 都以強力監督的質詢方式 集聚特色 被稱為議會大炮 民意代表就是未免吼舌 就是監督 不管你是執政黨的民意代表也好 或者是反對黨的民意代表也好 民意代表只有監督兩個字 要強力監督 監督就是批評 就是批評憲政 這幾年我們在議會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堅持這個原則 就是強力的監督 能強力監督的能真正站在民意代表這一邊的議員 還是少數 還是讓他建成 所以我在這裡 雖然今年是說不鮮的 但是我希望我下一屆能承接上像我這樣的 在議會強力的監督的議員要多舉席 將對花蓮縣的縣民也好 或對花蓮縣的縣政的建設都有幫忙 花蓮縣議會即將開議第十九屆縣議員 最後一次的定期會質詢 他表示還是依然會盡職責強力質詢 並且期許下一屆的議員能夠秉持強力監督的角色 未名喉舌 記者林杰 花蓮縣採訪報導 廣告